这一次中国大洪水对于绝大多数人来说都是无辜的 因为这是政府偷偷泄洪导致的 但对于某些人来说它不是无辜的 它是一种报应 我们在微博上看到接下来这位小粉红 曾在2022年3月的时候 在台湾停电的新闻hashtag下面留言说 就是问网友我们有没有一种办法 能够让台湾长期处于停电的状态之下 然后呢 在我们看到时间来到了今天 也就是2023年的7月份 他发表说上一次联系已经是三天之前了 意思也就是说他联系家里人联系不上 三天之前都联系不上 所以他说上一次联系家里已经是三天之前了 不知道家里现在怎么样 好无力啊 求求了 因为我们的知道前几天我们看到很多的地方 他都是政府偷偷泄洪的 然而也没有紧急的派出一些救援的力量 导致很多人 就是孤立在自己的家里面 有些还酿成了一些悲剧的发生 所以这个人他为什么担心呢 因为这个确实很危险嘛 而且可以看得出来 他是三天都没有联系家里人 那除了这个小粉红之外呢 还有一个是在中国抖音上面的一个博主 相当于YouTuber 他在他的频道里面就分享了自己装修自己的新家 已经花了半年的时间 然而呢 他刚刚装修好还没有租进去第一天啊 就要被迫泄洪了 就是政府要把水放到他们这一边来 所以他们整个城市整个地方全部都要淹掉 然后这位小粉红呢曾经在他的抖音频道 就是经常的去攻击美国 日本台湾等等的这些西方的价值观 被社会主义铁拳打到了 他还没有一句怨言不敢反抗 他只能怪洪水 只能怪天灾 怪北京那边怎么下大雨了呢 他完全想象不到 是什么导致了非要泄洪到你家去 他没有反思 接下来我们就一起来看看他这个暖心的时刻 也不能说暖心吧 我们要体谅一下人家 我们应该带着一份既暖心又沉重的心情 来看接下来他的遭遇 刚刚接到政府的通知 让转移 可是我花费四个月的心血 是七万八千块钱 装修的小院 现在再来看我花费心血最大的厨房 每天没用 车油烟机 浅着绿水器 洗菜盆 天窗的玻璃 刚装上三天吧 花费了太多太多的心血 空调 洗衣机 家包会买的 五千多 这就是我四五多月的心血 要进入载衣 洗衣服区 可能等我带回来的时候 他就不知道变什么样子了 他后来在他的影片里面讲到 就是他没有怪国家 他认为有国才有家 为了保家卫国 他愿意牺牲 所以为什么中国国内的一些新闻媒体 会引用他的影片呢 就是因为让其他的民众也看看 你看看这个爱国博主 你看他舍己为人 他没有一句怨言 他没有怪政府 所以很多的新闻媒体标题啊 都是充满着正能量 充满着正义 说他舍己为人啊 要向他学习啊 没有一句怨言啊 等等的 比如说刚刚新闻标题说 爱国博主得知即将泄洪 新房子将被冲炮 舍不得 记录新房子最后一面 悲伤撤离 那下面还有说 网友说 配合政府工作 他做到了 不愧是正能量爱国博主 那很多中国的小粉红 都被社会主义铁拳 在网络上发声啊 除非你像刚刚那一位一样 起到了帮助政府的作用 你这个时候站出来说 我不愿政府 都是我的错 都是天灾 那么的话 你可以在网络上 还可以发发声啊 去发布你的影片等等的 但是啊 很多的粉红啊 很多的中国人发布影片 都被删掉了 那很多当地的这些被铁拳 被这个泄洪受灾的群众啊 他们内心是非常愤怒的 因为啊 中国政府还做了什么宣传呢 就是跟他们实际不相符的 他们根本就没有说什么啊 我们感恩政府感恩党 除了刚刚这种洗脑比较深的啊 因为大多数人确实经历到了 家庭智力破碎 那昨天我们的影片 也开头也看到了 那个女生周围的邻居 一个一个的被洪水冲走 所以邻居们都没有了 你说这种 真正遭受这种迫害经历的人 他怎么可能说得出来 感恩党 感恩政府 但是这个时候啊 中国政府又暖心的出动了 发动了很多人民群众 走上街头 我们都知道 中国肯定不能走上街头去抗议嘛 所以他们走上街头啊 去感恩党 感恩政府 感恩中国政府派出来的救援队啊 这个路上还拉得很服务 感谢什么什么中国官方的一些救援队啊 等等的 其实啊 这些都是安排好的 其实也不能怪他们呢 因为他们那边没有烟 所以有些人就比较自私 反正我家也没有烟 因为那些请来的地区啊 都是那些水烟的不生的 或者是根本就没有烟的那些地方的民众 或者也有可能给他们一些好处啊 比如说给钱啊等等的 所以把他们邀请过来啊 感谢党 感谢政府 你让这些灾区的老百姓看到了是 心里是什么样的滋味 没有人看到他们家庭支离破碎 没有人会去慰问他们 没有人去赔偿他们 所以我们看到有些当地的中国网友在网路上留言抱怨说 我们被迫强制泄洪的受灾老百姓 到现在没有一句慰问 ZF也就是政府的意思 政府也不知道在干嘛 领导一个个都不见 原来是去忙着情演员表演 真不知道这些大爷大妈在哪里请来的 这个天灾人祸的时候 在那里歌颂GCD好 也就是共产党的谐音 在这种天灾人祸的时候 还在那里歌颂共产党好 灾情还没有结束 就开始歌功颂德了 看得真尴尬 那些人能看看我们的家园吗 有些人已经永远离开了他的家人 很多家庭支离破碎 你们怎么做到丧事喜办的 还有网友留言说 其实那些大爷大妈 是没有淹水的地方请来的 可以确认的一点就是 他们是有组织的 一般是当地志愿协会 接到上级命令 组织起来的活动 至于会不会给钱就不确定了 但可以肯定的是 没有油盐酱醋也肯定有礼品 也包括车辆接送和餐食 还有网友留言说 我相信政府肯定会赔偿的 也一定会赔偿的 国家不会让我们失望 中国是一个大国 中国的确是一个大国 所以中国最近向苏丹宣布援助 多州人民还没有拿到援助 中国自己人还没有得到援助 中国政府就率先暖心的向国外援助了 向非洲这些国家援助 要的就是在国际上得到 其他的这些小国家的支持 因为毕竟跟民主国家 你合不拢玩不来 所以就花钱大傻币跟这些穷国家 给他们钱 无偿的给他们一些物资救助 然后就是为了他们在国际上 能够支持中国政府 支持中国共产党 支持什么反对台独 支持一个中国政策 台湾不是国家等等 我们就看到苏丹在接受了中国政府的援助之后 跟中国政府就聊了很多的政策 也配合中国政府 也认同中国政府的一个中国政策 还蛮暖心的 钱到位了 你看钱到账了 中国政府把钱打过来了 好了 我们就像国际社会表示 我们非洲 我们苏丹 我们认同一个中国 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 哎呀 这个共产党这一套真的是有你的 我们看到新闻标题上面说 我国又向苏丹捐助 苏丹表示始终坚持一个中国 还有配图下面有留言说 网友留言的 我不知道网友有没有这样留言 可能是这些媒体自己的一个文案吧 啊 这个新闻标题下面说 网友说啊 大国风范 中苏一家亲 这个时候还中苏一家亲 跟这些非洲倒是一家亲来的 难道卓州人民是境外势力吗 啊 中国河北卓州的这些 他们不是中国人吗 不是一家亲吗 怎么自己人在大水里面泡啊 自己人没有 连国家中央啊 领导人没有一句慰问 但是倒是去抢先的 向国外慰问了 慰问前几天慰问巴基斯坦 那今天也有慰问苏丹 还真的带去了很多的物资跟钱 啊 然后苏丹也表示了 始终坚持一个中国政策 中国的官方还好意思代表中国人民说啊 网友说 大国风范 中苏一家亲 当然我相信也肯定会有这种网友了 但基本上都是被洗脑的 我们来看一下 网友到底有没有说 网友是怎么说的 但是我们看到了 很多中国的网友都是说什么 没想到苏丹是第一个 向我们捐助物资的也就是反讽苏丹 向我们灾区洪水灾区捐款嘛 其实就反过来讲的反讽 还有网友说 苏丹是河北哪个城市 泄洪市 还有网友说啊 苏丹离桌州很近嘛 然后有网友留言说 求我中华者 虽远必住 什么意思呢 因为中国以前经常有一个很打鸡血的洗脑的话 就是 犯我中华者 虽远必住 什么意思呢 就是说 谁敢欺负中国啊 不管你在哪里 虽然很远 但是我们要诛杀你 所以叫犯我中华者 虽远必住 然后刚刚有个网友就问 说苏丹离桌州很近吗 离灾区很近吗 然后就有网友就是开玩笑的说 求我中华者 虽远必住 什么意思呢 只要哪个穷国家 求我们党 我们党啊 不管你在哪里 虽远必住吧 帮助你 哎呀太暖心了 大家对于中国政府一贯的这种暖心的做法 有什么样的看法 欢迎在留言区跟我们一起来互动分享 喜欢我的影片 请记得帮我按赞订阅 开启小铃铛 另外你可以加入频道会员 只要15台币赞助频道长期发展 谢谢拜拜 累死了